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天父 我们众儿女来到您的面前 求您再次借着您的话语 来教导我们 来指引我们行走在您的光中 让我们偏行的角度 能够回转 再次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求您祝福我们下的时间 祂告我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尊名 我最近 有一次思考 就是在吃饭 穿饭 孩子们在玩的时候 又躺在那儿 在沉思 我在沉思的过程当中 我突然有一个 有一个想法专进我心里就问 问我 你觉得你不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答 你觉得你自己在努力 在不是什么 我好像有点无言无名 对 你知道你上神学院 达到教会服事 你到底要告诉别人什么 我说福音呢 福音是什么 我今天介绍我那天晚上 一个简单的 介绍一个沉思过程当中的感悟 我再次给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 深知所幸 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些经文 马可福音16章15到16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五月下去 传福音给他明听 信而受洗的 已然得救 不信的已被离嘴 在所有宗教信仰当中 只有我们基督教强调传福音 我们特别强调传福音 因为也正因为传福音是 耶稣基督亲自要讲的 我们要传福音 但是 大家有没有意识到 如果你稍微 刚来到教会的人 刚接触到教会的人去讲的时候 人家都经常会问到 为什么 基督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宗派呢 你知道现在基督教有多少宗派吗 有没有 现在有三万三千宗派 那为什么会采生这么多的宗派呢 我们不是传一样的福音吗 福音不应该是一样的吗 宗教改革 刚开始改革的时候 确实因为历史原因 兴起了几位非常有名的 我们宗教改革家 他们产生了自己的宗派 但是为什么 在走的过程当中 这个宗派越来越多 直到现在 要达到三万三千多宗派呢 我们又发现 实际上你会发现 我们基督教教会 今天我们在传讲过程当中 我们真正 我们在强调自己 而忽略了 神真正要带给我们的福音 首先我们要清楚 基督徒啊 我们要清楚 福音是什么 我问你福音是什么 福音这个词 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都知道 好消息 福音书里面 二十七篇书里面 出现了达到一百多次 福音这个词 福音在罗马时代 专门指什么 指军事胜利 当罗马的军队 在外面打仗的时候 胜利了 传来好消息 福音 福音 当福音书的作者 就把这个词给借用过来 哦 真的福音不是 军队在外面打胜仗了 真正的福音是谁带来的 爷子都带来的 因此福音这个词 确实教会推广开的 但是在中国 我们知道 我们最喜欢用福音 在哪两个场合呢 一是医院 一个是商场 九十年代 如果从中国的时候 大家经常会听到 福音医院 特别是医院 用福音这个词 什么 骨科患者的福音 哎呦 心意记住了 腹科患者的福音 哎呦 但是 他们是在借用 我们基督教 确实借用罗马 但是 真正带给人 是永恒的福音 那今天 世界上又再次 建议教会的 但是带给地上的 是地上的福音 那么我们教会 那福音什么呢 当别人 我们总说要传福音 传福音 你到底要给别人 传什么样的福音呢 你自己 我们自己 如何来定义福音呢 福音既然是好消息 那好消息 就应当有具体的内容 是不是 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 福音什么 很多弟兄姊妹 新耶稣啊 等于永生啊 我问你新耶稣什么 新耶稣就是新耶稣吧 新耶稣还是新耶稣什么 我们虽然在教会时间很长 但是我们对我们 真正所信仰 内容缺乏 足够的思考 了解 我们很习惯 忙于做事情 弟兄姊妹 你想想 如果今天 有陌生 木道友坐在你旁边 让你给他讲福音的时候 你能不能 百分之肯定 把从政的福音 给他讲清楚呢 这是值得我们思考 用个例子 买毒还猪 是中国的一个 成品故事 战国时候 有一个楚国人 到正国 就是今天的湖北人 到今天的河南 郑州去干什么 去卖珠宝去了 他想让人一看到 他的珠宝就买了 他就为自己的珠子 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盒子 这盒子用上等的木料 雕刻的花园非常漂亮 而且用非常好的布 给装了 而且在盒子周围 还像一些那么细小的 这种珍珠玛 一个中国人看 马上就买走了 走两步又退回来了 为什么 他对卖珠子的楚国人说 这个珠子我不要 我只要你这个盒子 亲爱的姐妹 亲爱的姐妹 想要我们今天教会 我们把人带到 我们努力地把人带到教会 你有没有发现 人家来到教会 来到教会 待上三个月半年 有多少人是因为说 哇 我来到教会 是因为教会 有神带来的福音 所以我留在这里 还是因为说 哎呀 你们这里人不错 你们这里东西好吃 你们这里的活动不错 我们今天是不是 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包装过多了呢 以致我们忽略了我们真正要传讲的内容信心啊 弟弟们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想想我们对福音到底有多少的确信和把握 今天教会一直在北美的教会 大家都在研究教会发展 我们请问 教会在北美 影响力到底是提升了 还是在一直在下降 我不光不能说 我们不说 仅仅说华人 包括美国人 没发现 教会在北美影响力持续地下降 为什么 又怎么样 我们教会的没落 不是在我们没有能力 不是我们没有恩赐 不是我们没有潜在 而是在福音上的没落 是在神话语上的没落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你想想我们 在你所接触的教会 你想想教会花了多少努力 多少金钱 多少的时间 到底在什么样的事工上和事情上 我再分最后一句 作为常规基督徒五年以上的 你对福音到底有多深的理解和认知 说把握 教会很习惯用事工来代替神话 我们表面上很热闹 但是弟兄姊妹对神的话语 真的是知道了一知半解 我们喜欢用明星式的人物来代替弟兄姊妹 自己亲自为福音做见证 我们可以信住十年 但是我们可以 没有像一个人传播福音 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 难道还不值得我们 反省吗 我们要在这条路上 要奔到什么时候呢 忙到最后 弟兄姊妹 我最近实际上这个主题和几个小组都已经分享过 我们忙到最后 我问他们的时候 几乎很少人能够非常肯定地告诉我福音是什么 我们忙到最后把福音给丢了 我们所信的真正的福音给丢了 那不是日成空吗 那你怎么能说你有得救的把握呢 我们一起来读格里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四节 弟兄们 我如今把习根前所传言你们的福音和报道 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 又靠着占领的主 并且你们若我是突然相信 能以失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就必赢这福音得救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基督造圣经所说 为了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还藏了 又照圣经所说 一三年复活了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大家清楚地讲复活了 但是在那开头的时候 他把福音告诉我们 保罗在这里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 因为他们对福音不明白 甚至又怀疑保罗在这里再次告诉我们 弟兄们 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告诉你们知道 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 又靠着占领的主 并且你们若我是突然相信 能以失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保罗在这里强调两点 第一 保罗说 我现在讲给你们的 是我之前讲给你们听过的 这福音是我之前讲给你们的 是你们现在怀疑 你们现在又迷惑 你们现在又不相信 我现在再告诉你们 第二 我告诉你们以后 我不仅是告诉你们 你们必须持守着福音 把这个福音放在你们心里 才能使你们得救 那福音是什么 保罗在第三节 第四节就告诉我们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 其实福音的核心很简单 基督为我们的罪 死了 埋葬了 第三天 复活了 他就说 哎呀 我一讲三个 你们就说 我知道啊 我听过啊 那为什么我问你的时候 你竟然回答不出来呢 这是耶稣第一次来为我们所成就 我们作为基督徒 当别人问到我们 什么是福音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 马上就应该想到 我们是不是应该 甚至不用想脱口而出 就应该告诉别人 福音是什么 我们还要 在那时机里想 想想想 这说明我们老福音给忘 我们老福音给忘 我们吸引别人到教会 给别人传回 却没有讲耶稣的死云复活 有一次我在教会 我经过女厕所的时候 不好意思 因为这是姐妹从女厕所传出来的话音 她说我来教会三年了 我不知道我到底所信的是什么 保罗在这里告诉你 神的灵透过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福音 福音的合意是什么 基督为我们的罪业 死了 埋葬了 第三天 复活了 丢死们 你要把这个理 牢牢地持守在我们的心里 持守在你的心里面 你不要忘 你要经常地去反省 你经常地去回复 我真的信了吗 我真的信耶稣定在十字架 是为我的罪吗 我真的信耶稣第三天复活了吗 如果我们不能信这个 我们在住在这里 时间再久都是没有用的 我们在教会里面付出 再多的努力都是没有用的 如果帮助别人信耶稣 你们不相信死人复活 我们传的便是我们人 你们信的也是我们人 有的人弟兄姊妹就说 哎呀 人家刚来教会啊 我们怎么能马上给别人讲 还基督为他的罪死了 复活了 人家肯定听不进去 那请问花多长时间 你才讲的是不是 宝宝说我们不管得识不得识 主要传什么 传什么弟兄姊妹 宝宝说不管得识不得识 我们主要传什么 传福音啊 传耶稣基督为他的罪死了 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 使徒行传十七章 保罗到雅典传福音 第二次旅行福到的时候 他到雅典的时候 他看见满城的偶像 他心里焦急 他心里焦急 他说 他说 哇我怎么跟这样子 传福音呢 然后他突然看到 雅典人拜了很多偶像 但是在他拜的偶像之后 有一个象征 有一个空位 说是卫石之神 他马上借着卫石之神 就给他们传福音 前讲耶稣基督的死 比你第三天复活 可能很多人不敢讲 为什么 我们有时候真的想 当我们不敢讲 是因为我们对福音不够确信 是不是 当我们自己对福音不够确信的时候 我们当然不敢讲 我们当然不敢讲 我们有时候真的需要求主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勇气 像保罗在罗马说的 我不以福音为耻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教究一切相信 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也是再次提醒我们 再次提醒 我们必须把福音牢牢的 我们不能 弟兄姊妹 你不能以你在教会的热心的服饰 代替福音 在你心里面的扎根 结果 有人说 哎呀 这太简单了 是很简单 但是你能够百分之百的确定 确信 确实很难 因为那是什么能够 那是不是只讲 我们传福音是不是只讲 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 埋葬了 第三日复活 这就够了吗 我们看第二天 福音之应许 与成就 福音之应许 这一点 可能大家不会用应许这个词 但是大家都会说 哎呀 信耶稣 信福音 你会怎么样 得永生 你会尽神的果 是不是 龙马书一章十六节 刚才我们所读到的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德 要求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福音要求所有相信的 不管出生什么民族 肤色 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啊 我列出了几些经文 实际上都是关于福音的英雄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二十到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读 那基督徒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税乐之人出手的果子 死既是因敌人而来 死人复活也是因敌人而来 在亚当里的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八到五十一节 我们一起读 那属土的怎样 敢属土的也就怎样 属天的怎样 敢属天的也就怎样 我们只有属土的希望 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希望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说 行动这些不能承受 必受快乐不能受不幸 我如今把这些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 这里说 信死的人拥有神 不信死的人得不拥有神 神的震度藏在他身上 这些经文都是福音的音许 凡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的人 凡信耶稣基督第三天为你复活的人 将来你必复活 很多人到教会喜欢讲 耶稣基督为你备定十字架 哎呀耶稣好爱我呀 但是你会发现今天教会很少讲 耶稣复活了 耶稣复活了 我再说耶稣基督复活了 我再说耶稣基督复活了 阿们 如果我们不信耶稣基督复活 我们必将复活 我们一样会落在像世人那样活着的方式当中 必然 我们很快就会落入忙于各种的世人公民当中 我们很快 对我们看不惯的事情和问题 就不放 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 那个我们看看 多少人要逼迫他 但是他有成就为我们死 为我们父 保留有多少人逼迫他 但是他要去传 耶稣基督的死与父 优优优独播 兄姊妹 我们今天太多的事情 坐在教会里面 花在教会里面 但是我们出去教会 你会发现 我们所思所想 与基督死与复活 几乎没什么相待 基督再来的时候 凡信的人 必将复活 尽如永生 活在神的国度 问题 你如何相信这是真的呢 当你信了福音 这福音所带来的福分 必然会领到你呢 你如何相信这是真的呢 弟兄姊妹说 哎呀这是神讲的 当然是真的了 确实是神讲的 但是仅仅这样说是不够的 我们看福音的成绩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 有两句话是重复说的 如果我们注意一下的时候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重复两句话是什么呢 照圣经所说 请问这里圣经是什么 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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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是旧约 预言应许要发生的事情 是不是神心也来成了 哎呀我看这些人太可怜了 来吧我今天才把我的儿子 就降生在马槽里 然后三十三年 父神在创始之前就开始计划好 在几百年之前 通过他的仆人先知 来预言给他的百姓 所以因此当耶稣第一次来 真的为我们的罪死了 埋葬了 又复活了 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 他成就了旧约的应许 好我们看罗马书一章一到二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奉召为师父 特派传神的福音 这福音是神从前见 这福音是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圣经这里特别的旧约 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福音基督第一次来为我们罪 死并复活所成就的旧恩 是对旧约应许的成就 当我们想到这个时候还不够 因为我们看到福音 我们认识福音 我们必须来认识我们的神 他成就旧约几百年前的预言和应许 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神是 神 他说话算数 他是信实 因此才能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信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真的能够信基督 为我们死于复活 我们必然怎么样 复活 必然复活 接下来弟兄姊妹 这样的消息 实际上当我们听了 当我们知道了 实际上很容易 很容易了解 我在时候很容易了解 但是能够信 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的盼望 能够成为我们人生追求的盼望 和追求的方向 不容易 从福音我们认识 必须认识到我们的神 认识到基督 神以他的信实的作为 证明了 他的应许可信 可信 这是我画的一张图 基督第一次来 为我们成就 为我们最死埋葬 第三日复活 是应念旧约的应许 同时呢 这本身又是一个新的应许 应许是什么 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 我们必复活 进入他的活动 神的应许与成就 听众们 神的应许成就 才是神的指令 我们很喜欢明白神的指令 很想了解神的指令 实际上神的应许和成就 才是神的指令 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是我们建立我们信心的根本 如果我们对神的应许不确定 没有把握或者不清楚的话 我们的信心是不可能建立的 但教会今天很喜欢谈什么 伦理道德 为什么他喜欢谈伦理道德 因为我们表现的不好 那我们再问 当我们表现不好 根结在哪里 根结在哪里 根结是在于我们的信 我们对福音的信 不够确定 我们喜欢在外围 在我们表面上修修补补补 但是真正要修正的是 我们对福音的信 我信的对吗 我信的完全吗 我信的确定吗 当一个人真信福音的时候 他必然改变 必然改变 就像我们收到一个邀请 去参加一个舞会 非常正式的舞会 是不是 如果你收到这个邀请 你心里也想去 请问 你会不会预备自己啊 你会穿着第二天 你就穿着大裤衩去吗 你会穿着拖鞋去吗 你会到晚会开始 半个小时前才想 哎呀我要做做我的头发吗 不是啊 你很早都把这些衣服选好 头发做好 所有的预备好 这些什么 这些都是行为 当你知道你要去参加这个舞会的时候 你所有的预备都是你的行为 为什么 是因为人家给了你的邀请 你对这个邀请是百分之百 有把握的 我去了 一定可以进去 你会预备 今天当我们不为我们的永恒 不为我们的复活预备的时候 是因为当我们活着的行为 在世上没有太多的区别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对那个 没有把握 是因为我们对复活这个事情没有把握 是因为我们对进入神的国没有把握 人没有复活的盼望 人没有复活的盼望 没有永恒的信念 是没办法为基督做见证的 人没有复活的盼望 没有永恒的信念 是不可能为基督做见证的 我们做的只是在职的 有一天你可能把你所做的还要拆毁 因为我们也无法为走出今生的困惑 当我们没有复活的盼望 当今生遇到麻烦挑战困难的时候 我们很快就跌倒 然后你会发现我们很难再站起来 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坐在这里面 我们说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说我们要彼此扶持 我们最应该彼此相爱和扶持的 就是帮助我们的众弟兄姊妹 帮助我们小组团企的弟兄姊妹 对福音确信 为福音努力 在生活当中能够为福音做见证 你想想我们坐在一起 我们经常讨论的是什么话题 有多少次我们能够一起谈到福音 谈到我们福音做的见证 因此我再一次不久经常讨论 我们不要怕 我们说了别人不信 没关系 我们最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要信 要你传 那为什么这是福音呢 第三点 为什么耶稣基督来了 为我们的罪死了 然后复活了 这是福音呢 我们用那个问题来问 基督所带来的福音 解决人什么样的问题 对 罪的问题 不光是罪的问题 第一个是罪的问题 还有是什么问题 死的问题 那我再问 你认为 我们认为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没有钱吗 不够漂亮吗 找工作困难吗 人际关系差吗 耶稣基督来定时的价 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靠着主 对付我们的罪性 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复活 告诉我们说 死不可怕 我们今天接受世上的观点 从小来都告诉我们说 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 我们反正正归以为死 我们介绍这个 但是我们有没有介绍基督说的 基督说信我的人必然怎么样 必然不活 死是因为什么带来的 是罪带来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长远地活下去 就是因为我们彼此犯罪 为什么解决死 罪与死的问题是福音呢 人从哪里堕落的 人从哪里堕落的 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 神对亚当说 圆中树上所有的果子 你怎么样 你可以随起 只有圆当中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你不可吃 吃的日子 必死 我们是从这里堕落的 第三章 人就受到蛇的引诱 把这个果子给 吃 因此到了 罗瓦书保禄告诉我们很清楚 神的命令是不可吃 分别善恶 违背神命令的结果是 吃的日子 罗瓦书五章十二节 保罗说 这犹如罪是从一人 度过的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罪人 因为罪人 众人都犯了罪 我们新主 弟兄姊妹 我们花很多的时间 工作 努力 在教会服事 然后我们请问 我们花多少的时间 靠着基督来对付 我们个人的罪行 我们花多少努力 去建立 我有复活的盼望 在基督里 我有复活的盼望 如果我们的信仰 没有正确的信念 我们的服事 也必将是草木和解 罪是什么 很简单 罪是违背神的命令 罪带来了 死 死首先就是 与神隔绝 与生命的源头隔绝 结果必然就是 身体的死 因此 当人犯罪以后 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 神就把亚当赶出了 一定 这是一个与神隔绝 另一个外在的体现 到了创世纪第六章 第三节 耶和华又再次说 人即属乎血气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 然而他的日子还渴到 一百二十年 之后就是大洪水面世 我们可以看到 神与人的隔绝 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加深 从个体的死亡 直到最后 全体的死亡 当亚当吃了犯罪果之后 马上之后 他的儿子就互相的什么 死伤 这个罪直接扮演到最后 就是到最后 人终日所思想的 竟都是 神的爱就体现了 神真知道我们的问题 并帮助我们解决 很多人 哎呀 我来教会这么求 我怎么 我怎么做生意还失败呢 我炒股票还失败呢 有病了 怎么还不能得到医治呢 那不是神真正要为你解决 即使你付腰肠罐不罐 即使你再健康 你迟早有一天要怎么样的 死的 你的身体要死的 但是神说 他给你解决的 任何世界上都不能解决的 他要解决死的问题 他让你复活 进入永恒 但是我们能否信 我们能否信 我们还是坐在这里 像世人一样 说哎呀 我信神了 神保佑我 一路平安 步步高升 如果你来坐在这里 来相信耶稣基督信这个 就不好意思告诉你 你信错了 真的 因为耶稣基督来 是要解决你的罪 你恨人 你杀人 你嫉妒 你纷争 你不饶恕人 你毁谤人 而这些最终带着结果 告诉我们说 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永恒的 但是神说 没关系 我猜我的独生爱子来 他要为你的罪死 他要担当你罪的刑法 然后告诉你 你信他 你就罪就被舍了 然后让你看到 他死了 复活了 让我们知道 我们也必复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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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神的隔绝后 现在罪与死的困境当中 无法自救 没有希望 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儿女既同有血肉 她也照着 亲自成了血肉 她也照着自己 特要见识 拜华的王子 却奏了 就是恶贵 并要释放 那些一生 并怕死而为 恶贵的人 她并救罢天使 乃是救罢亚伯拉罕的后裔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世上 努力努力努力奋斗的时候 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努力奋斗 我们努力赚钱 我们努力为这个考虑 因为那个考虑 实际上圣经只有一句话告诉我的说 我们那些都是因为怕死的 当我们真的不怕死 当我们在基督里真的不怕死的时候 我们领受了真正的复活的盼望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能够像基督一样 去活出爱 活出宽容 活出怜恋 活出无数 如果一个人对复活没有把握的时候 没有确定的时候 当他遇到挑战 针对穿小鞋的时候 他必然会爆炸 因此 因此 你们从前 你们从前按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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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成为没有受割离 这名原始的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 成为受割离 那时 那时 你们从前按摩托 那时 你们从前按摩托 那时 你们从前按摩托 我们要经常思考 我们要经常思考 就像去 你去 孩子们在练球一样 他们一开始 投满 投两下 不想投了 但是他如果坚持投 坚持投 他有一天的话 打球 好有意思啊 福音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说 我 谢谢耶稣那一天 或者那一段时间听了 然后隔十年 二十年我从来没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是不可能 更深地体会到 福音的好处 我们要经常思考 我们要经常思考 格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确认于和好的职份 此次定录 我们不仅思考还要传扬 还有传扬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儿女 他就赐他们全定做神的儿女 因为凡 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五节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不是 奴仆的心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 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 我们要想称神为父 就要建立在相信基督耶稣 所带来的福音上 并且不断地加深 对福音的认识 越来越坚定 越来越坚定 与神和好 当然与生命的源头 我们的父神连接必然永恒 复活也是必然 最后 我想用保罗的一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 提摩的前书 第一章十五节 保罗在这里说 基督耶稣将士 为了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 十分可备 在罪人中 我失了罪 请问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 是他在多大年龄的时候 青年 中年 老年 这说明什么 保罗 他是不是越信 越坚定呢 还是越信 越模糊 是啊 他在劝勉提摩太的时候 他说了 基督将士 我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 可信的 十分可佩服的 我们多少时候 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有这种热情 有这种肯定 我发现 我当对别人更满的时候 我有这种热情 就是他不会 当我对人有反感的时候 我有这种热情 就是你不好 我发现 我对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还要 我没有这种热情 但是 我们需要回改 我们的经历 我们的时间 我们都应该围绕着福音 来安排 我们自己能够确信福音 我们能够越来越深的 确信福音 并且我们还要去传扬福音 并且我们还要帮助 我们周遭的弟兄子们 去传福音 我相信我们教会 必然行 必然合一 阿们 这是保罗年老的时候的千年提摆 他的神说的 不断 保罗何以年龄越长 对福音越肯定 不断传扬福音 不断经历福音的大路 不断以福音 更新自己的生命 最后 我们总结 我们要讲 全辈的福音 我们不仅要讲 耶稣基督死与复活 我们还要讲福音的 应许与成就 透过福音 我们更要让人看到 我们的神是真的 是信神 还要讲 为什么 告诉我们 人真正的罪 与死 是我们人真正的问题 并活着与福音相称的 生命 因此 我们要把福音的真理 持守在心里 持守在心里 活着与福音相称的生命 积极传扬福音的真理 我们就可以经历 福音的大路 知道 神福音的恩赵 是何等 可靠 Amen 我们一起起 我们唱福音诗歌 我爱传讲 主福音 这是我律师改名手 的福音诗歌